健康8.7 Erika 陪你守護全家 讓你不再生氣氣 其實現代人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大家結束工作之後都會想要小酌一杯 可是我們要靈活可以喝酒又讓我們身體不要受到酒的一個侵害呢 關於這點其實你可以在外面聽到非常非常多的傳言 但是這些傳言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我們的腦子都充滿了很多問號 不過不要緊的我們今天請到專業的營養師李婉皮營養師 歡迎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婉皮營養師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大耳 嗨 大家好 善兒 OK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真實的頻道 我們現在老師 老師好 應該應該還OK吧 這樣希望我們人不行 平常就是這樣打鬧的方式 可是我們以前其實有拍過一些這種見教相關的事情 變罵翻的 真的啊 廣告霸凌這樣 在聊那個男女生如何上廁所的問題 女生如果上完廁所應該要什麼 有錢往後擦機喔 不往前擦呢 大耳就會分享男生應該要站著那樣還是坐著那樣 那我們就被霸凌了 所以我們之後就再不拍這種主題 大家好 我們還喜歡看 對 今天就是覺得 來看有愛吧 一年之後我們就決定我們要重新付出見教的議題 而且這一次非常重要 跟我們的生活大家都息息相關 是 一定要喝酒吧 對啊 一定要喝酒嘛 但是我們又不敢自己講 所以我們決定請專業來 讓我們專業的大碰撞的一個感覺 第一個是什麼 喔 是妳講的紅酒跟啤酒 我平常在外面喝酒 我個人是比較擔心熱量的問題 因為我怕怕 所以我就會 妳有在怕嗎 很怕很怕 我很怕保持得那麼好 那麼美這樣子 老師妳不要這樣 我要飛起來 對啦 因為大家都說 喝啤酒會容易有啤酒度 所以啤酒應該是比較容易發胖 那紅酒 日人家就說 紅酒比較健康 那我們先來講 就是說 一樣100cc喔 100cc就叫 大概養樂多一罐 那個大小就叫100cc 100cc的啤酒它的熱量40咖 那100cc如果是紅酒大概就是73咖 所以這樣其實比起來 紅酒幾乎多啤酒化一杯 所以啤酒比較瘦 對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100cc 如果喝啤酒會啤酒度 其實喝紅酒一樣會紅酒度這樣 所以剛剛是不是啤酒跟沒有關係 沒錯 就是大概無名化啤酒啤酒度這一次 沒錯 那因為其實我們你看喔 就是譬如說我桌面上好了 這是我們常見的這個 喝酒的size這樣子 啤酒的size 一罐是330ml 那這樣子的熱量是138咖 那這個是150ml 150ml大概我就會說 5盎司的這個紅酒 那這個大概就是110咖 欸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一個這個時候 就會比它還來的 欸 就是要看喝的量 對 好聰明啊 對 所以跟量很有關係 欸 我懂了 而且紅酒剛剛一醉 你常出去 他們都是叫一瓶紅酒 大家一起喝 然後去熱道電視 拿一瓶 一瓶 那這樣喝下來之後 當然會有不酒 就出了啦 我想要再問一個 這個也是我非常困惑的問題 我媽跟我講的 她說你在喝酒之前吃肥肉 可以隔絕熱量 隔絕熱量 所以我每次在喝酒之前都吃肥肉 我只會保護那個油一層油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 大耳說的其實是比較對的 空腹的時候喝酒其實很容易酒精會被吸收 你吃一點肥肉 其實酒精的吸收率比較慢一點 比較不容易醉 但是你說吃了肥肉 有很多幫助節奏 可能比較難一點 小數人啊 譬如說因為吃肥肉 他會比較有飽足感 喝紅酒的時候 會吃這個旁邊的這些 冰跟火 派對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相對就會少 你知道嗎 哦 對 重點只是讓你不容易醉 跟你今天會不會胖 會不會胖 我覺得跟醉一件事情 還是有點稍微相關 就是你不醉你就不會胖 抑制不了你自己的食慾 然後可以自己拿桌上的零食 也是狂食 可是這樣會有些人 就是喝了酒 我就就是很安慶 你應該是屬於愛講話的那種 要看喝 不要在這邊抱我了 我們現在是個專業的節目來 奇怪 我還有個最後的問是 但是他問的 我問的嗎 我問的嗎 我就是喝完酒喝什麼 蜂蜜檸檬水 最近很紅 問人有沒有用 喝完酒就是要解宿醉 其實蜂蜜水是蠻有幫助的 對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平常都說 不要喝含糖飲料 可是在這個喝宿醉的時候 喝含糖飲料 冒來像果汁啊 它其實這個糖會可以 可以促進酒精的代謝 那蜂蜜檸檬水呢 最近那麼紅 好 多加的檸檬到底有沒有幫助 原則上檸檬呢 因為它甲離子高 我們喝酒其實是一個脫水的狀態 所以我們甲離子也會流失 那檸檬本來可以補我們的甲離子 可是因為喔 你知道酒精會脫水 所以它也會造成你的胃黏膜 或長黏膜 有人會受傷 或腳不舒服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胃白就不好 喝了酒再加上檸檬汁比較酸 多重的刺激 有人胃會更不舒服 那我們會比較建議可能就是蜂蜜水另外喝 你可以另外你說吃個像水果 像是香蕉啊 奇異果啊 甲離子高 可是它酸度不會怎麼酸的水果 哇這都是素食 不會想吃的東西耶 我了解 誰是不是想吃水果 可是蜂蜜水配香蕉會不會有問題啊 不會啊 因為不是說吃香蕉 怎麼多久不能喝水嗎 吃了香蕉再多喝水 它的母動會很快 對 所以它就會覺得它有點像拉肚子 要減肺就這樣做 對 或是這個排便不順暢的人也是一個方式 對 老師真的有想要跟那些 呃 就像這種愛喝酒的人呢 平常了一起 欸為什麼就是止我啊 好 在地中韓語池裡頭呢 酒還是要適量 一天要兩天 定要有休肝 就是一週一到兩天不能喝酒 所以我可以喝五天 就是兩天一定要休肝 就是兩天 可以去喝五天 對 但是喝五天的時候呢 要記得所謂的適量飲酒是很重要的 適量大概是怎樣 好 適量呢 對 大概就是啤酒一到兩罐 紅酒一到兩杯 這麼少 酒精喝下去都是由乾脹來做代謝 你如果天天喝就算是適量 它還是很辛苦 如果常往這樣睡 比較常常 就是比較晚睡 但我因為睡得多 比如說七個小時 這樣我的乾脹比較難去 哦 你問得很好 結酒這件事情呢 其實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現在身體狀況好 比如說你睡眠好 免疫力好 營養好 你的結酒能力相對就會更好 所以這樣有些人就會說 欸怎麼好像我心情不好 這個時候就是更容易睡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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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情不好就不要喝了啦 很容易出事的 也順便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喝酒是可以幫助入睡 其實這句話是一半對一半錯 的確你可能比較好睡 就是立刻會比較容易睡著 但是呢 就是你會睡眠不安穩 你很容易潛眠 多夢做夢 或是很容易就是起來 那你只要睡覺 一旦被打斷 變成睡眠天氣就會不好 長知識了 我真的每一點都講中 看起來說你自己不愛喝酒 我最近就是 好啦沒關係 我們今天從老師身上 長了非常多的知識 對 所以如果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下面留言分享喔 謝謝老師 謝謝零貫 欣欣老師 謝謝大家 掰掰